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0月11日 这里是每日财经,下面是今天的速报 先来看热点事件 2019胡润百富榜,马云蝉联中国首富李彦宏缩水500亿 55岁的马云及其家族以2750亿财富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48岁的马化腾财富上涨200亿,以2600亿重返第二 61岁的许家印财富缩水400亿,以2100亿退居第三 胡润表示,今年就一个老马一个小马,二马当先 财富涨幅最大的是做煤炭的宁夏新首富党燕宝,上涨至去年近7倍 其他增长较多的还包括日照钢铁的杜双华 安徽新首富职业教育大王新华教育的吴俊宝 注射器制造商双哥的李先玉家族 步步高细的省伟和陈敏勇 财富缩水最多的是百度的李彦宏 马东敏夫妇,缩水500亿 其他缩水较多的还包括康美药业的马兴田 缩水351亿,小米的雷军 缩水350亿,未来汽车的李彬,缩水52% 和分众传媒的江南春,缩水44% 人物 李国庆回忆被妻子逼宫愤怒摔杯,不能原谅他 10月10日,据媒体报道 李国庆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回忆起被妻子逼宫时愤怒摔杯 我当然不能原谅他,因为他是我老婆 李国庆称想不通,为什么他要用这种阴谋诡计的方式呢 去年1月15日,他被妻子于于当当网的联合创始人 赶出了他一手创立的当当网 天眼查数据显示,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7年7月,注册资本2.7亿人民币 2018年8月,当当新增于于为执行董事 2019年2月,李国庆退出当当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由于于接任 目前,当当网的最终受益人为于于和李国庆二人 债务违约 美兰机场14亿私募债违约两月,还有54亿存续债券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发行的今年7月29日到期的 规模为14亿元的16美兰零私募债 至今尚未兑付资金,至今已经违约两月有余 鉴于美兰机场债券偿付压力较大 9月12日,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原名中国中投证券 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投票通过发行人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四项保障措施 并要求发行人在会议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 提供具体兑付期限 资金筹措方案或者担保方案的议案 一位债券持有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一直以为可以解决 但时至今日依旧没有进展 发行人并不遵守债券 持有人议案决定 也没有给投资人任何回复 南京土拍 一天卖了88亿 南京土地市场转粮 继金九银石购房市场表现乏力之后 南京土地市场也显现出良意 南京市土地部门 于10月10日挂牌出让了位于河西、七峡、玄武 南部星城等主城区域的八幅地块 为市场供应40.92万方土地 最终土地均顺利出让 国土部门当日揽金88.6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八幅地块的总起拍价为85.33亿元 当日有五幅地块均以底价成交 其中包括一幅住宅用地 曾经一度火热的南京土地市场 也变得良意甚浓 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作家残雪未获奖 村上春树再次陪跑 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 分别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克祖克 2019年诺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托克祖克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 第16位女性得主 1962年生于大波兰省苏莱胡夫 以魔幻风格反映波兰居民的日常生活 他的获奖理由是跨越生活方式边界 带有百科全书式激情的叙事想象力 彼得汉德克生于1942年 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代表作有剧本卡斯帕骂观众等 他在西方文学界享誉盛名也备受争议 2009年曾获卡夫卡文学奖 2014年获得国际一部升奖 近年来都是诺奖热门候选人 今年终于摘得桂冠 他的获奖理由是用独创性的语言创作出 探索人类经验的边缘和特殊性的 有影响力的作品 数字经济博览会 5G仿生机器人来了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明日开幕 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将于10月11日至13日 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新举办 记者获悉博览会吸引了493家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 尖端知名企业参展 将集中展示5G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机器人 数字媒体等 数字经济领域最新技术 产品 服务和商业模式 为观众带来交互式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财经速报 感谢大家收听 如果喜欢请为小轩轩点个赞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